好 還有嗎 合理 合理的啦 好久不見 台灣代表 回台灣了 當然回台灣了 怎麼樣是不是 看這就是我去夜店裝扮 真的假的 妳會穿這樣去夜店 不會 這次去國外的時候你知道嗎 在各個國家 其實每一個文化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件衣服整套 是我從德國買回來的 那我覺得台灣哪是衣服 對 這是內在美 這個就是德國夜店 就是規定你一定要這樣穿 如果你不這樣穿 你打扮得非常的Fancy 像是你有高跟鞋 或是說你打扮像我這樣 它直接把你給Kick it out 德國夜店是你在外面 他們就是有個習俗 你要排大概二三個小時 然後你排到你的時候 二十三個小時 二三個小時 然後排到你的時候 它不管你是什麼人 不管多有名 不管多有錢 你只要不符合規定 你的穿著不符合規定 然後你搞不清楚 夜店的文化是什麼 你沒有這種精神 讓他們讚揚的話 他們會叫你滾 像TESLA老闆 也要去排 他就覺得你不符合這裡 叫他滾 因為他穿西裝 不管他穿什麼 他又覺得你精神不符合 所以你一定要穿成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女生我在裡面 台灣女生你穿這樣 才是精神有靈 可是在當地 當地我真的認識了非常多 在德國留學的台灣女生 他們都很敢穿 我進去的時候 台灣女生都穿這樣 而且清一色都是那種 博士身 碩士身 都還滿感的 真的假的 我進去 台大的都台大的 那男生要穿怎樣 男生就穿一件就是一個胸甲 一個內褲 釘製的 一直這樣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進去的話 那個整個夜店裡面 你想照事情都在發生 九十六零 九十六零 走進去你的那個就開了 你反而會有任何色情的感覺 就是你下去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泳池 然後在大概清晨五 六點的時候 上面那個玻璃窗 開始透光進去 你就看到整個泳池旁邊 裸男 裸女都躺在那邊 很像衣服畫 真的很漂亮 我要去德國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輩子一定要去一次 你們一定要去一次 而且他們是很讚揚這種 藝士園文化 所以我們穿這樣不行 不行 不能 不可以 可是會冷啊 它外面會讓你穿成這樣 但你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脫掉 要脫掉 然後你那個手機是不能拍照錄影 我真的要講 可以拍照嗎 都不行 不能拍照 不能錄影 自然派對的感覺 當然就是你進去的話 他們就是手機會沒收 你出去才能連你的手機 所以包括你外面的衣服 我們外面很冷 淋那個雨 超冷的 十度以內在那邊淋那個雨 這樣排那個隊 就是為了要進去 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會欣賞你這個精神 還有欣賞你知道裡面在做什麼 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的精神 對啊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就是在那邊買來的 這個裝飾 我覺得真的很酷 它其實裡面來 它其實是放在聖誕樹的你 這是我覺得穿起來很漂亮 而且這個裡面做的 如果你厲害的話 你可以貼個胸貼 再加網子 或是你貼個胸貼 好冷喔 這一件也可以 明冷透光 還有這個內褲是我自己加的 就是裡面有個內褲 這本來不穿 它本來就是一體成型這個樣子 但是 這應該是情趣的衣服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搭釘 比較好的 我跟你講 對 一定要搭釘 就是再細一點的 或是說你可能再露露一點 或是有點皮件類 像是有點卯釘的那種 我覺得都很漂亮 或是說你這個 可以稍微再有一點裝飾 或是一些效果 我今天用搭一個 比較保守的 因為我怕你們接受不了 對 所以我今天用搭比較保守 這個裡面的話 你們接受不了的話 也可以搭一個襪子 就是這樣子 這樣穿也滿好看的 下面的話我就讓它空 但是我還會搭一個就是 可能就是皮靴 比較有皮革感的概念 因為皮革感的概念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這個 性感 對 性感 然後這個其實就像 忠哥你說的對 它這個其實就是 情緒用品的概念 他們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情緒用品 所以它尿尿不用脫網子 這邊有 這個就直接擺動 真的是 天啊 因為它這個不方便 這個在那邊不方便 要看到整個拆 對啊 我就覺得很漂亮 這個太平衡了 真的 我真的有接受 OK 請坐 去走走看 一定要去走走 好 跨年呢 它要去哪裡跨年呢 牆 我跨年的時候 我就是穿成這樣 我到哪跨年都可以 哇 公主公耶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今年的跨年 我就想要做一個 就是浪漫的情緒 但是我基本上穿成這樣 我想 我還是比較想去歐美國家啦 我的個性 我就是比較想飛遠一點 然後看看不同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年的話 我還是比較想說 穿可以穿成這個樣子 應該可以去個華麗一點的地方 像是個巴黎啊 像是個義大利啊 像是個溫哥華的多倫多 再加個滑雪 那可不可以再是個紐約的 時代廣場 或是說 或是說我還可以再去 因為我可以說 我沒有想到韓國 是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再去韓國地方 我大概知道他們的 沒有辦法像我玩的 這麼的開放 對 他們沒辦法那麼開放 就是鼠藝服 就是洞天這樣穿 什麼露出來的 對 因為他們沒辦法那麼開放 那麼馬路上會罵 對 他們那些 那些阿祖新的阿伯他們會罵 因為我跟妳說什麼 我沒辦法 因為我們自己已經生在台灣 就亞洲了 所以我覺得在亞洲國家 通常都是比較有一個迷思 就是他們沒辦法接受 這麼大的開放性 我會比較喜歡非歐美線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心 是非常開放 開放的 我接受不同種類的人 然後我也接受不同 你今天穿怎麼樣 我都覺得支持你 當然我覺得跨年 還是要有這種儀式感 我覺得台灣女生 不管是什麼樣的任職 她們都能接受 所以我想說跨年我可以穿成這樣 這個就是呢 It is Miss Q Yes 那個買菜耶 你有聽到主題嗎 Yes 買菜穿這樣 買菜就是要穿成這個樣子啊 我跟妳說 不辣夾 其實這也沒什麼啊 我跟妳說 其實這就是我平常會穿出門的 走在路上的這種狀態 不辣夾外面有個白襯衫吧 不用 今年的那種西裝外套 其實裡面都是可以這樣 看我這還露的耶 我的 真的啊 可是去菜市場 菜市場 現在很多 阿嬤 婆婆媽媽 她們都更敢穿 那種西裝外套 其實裡面都是可以這樣 看我這還露的耶 我的 真的啊 可是去菜市場 菜市場 現在很多阿嬤 婆婆媽媽 她們都更敢穿 妳就說她只有圍裙 然後裡面是 裡面都沒有穿什麼 然後那個奶罩都外露的 我看過好幾個 我都覺得她們很時髦 其實我跟你說 我非常地 請問 是Mr.Q 對 她在哪 是市場 我也在市場 我講什麼樣子 我實在 通通都有 真的 你可以看到 現在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女性 她們對於這種流行的意識 越來越高 然後越來越在乎 自己的這種外貌跟打扮 所以不管她們年齡 幾歲 我發現 就算是六 七十歲的 真的 她們其實現在身上都是 亮亮的 或是珠珠 有的還有 所以我會覺得 她們整個台灣的趨勢 還有台灣人的眼光 一直一直不斷地 在跟國際接軌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非常棒的地方 好 真的 比最終要穿成這樣 其他國家穿什麼顏色 還有 對不對 你看一下台灣的台灣 我跟你講 真的 我是說真的 台灣女生真的很 懂穿 再來像我 又懂穿又敢穿 不會去害怕展露身材 或展露自己 這個是我覺得很棒的個性 所以像我的話 我就在裡面搭個衣服 也不是說 絕對換起來不會色情 反而很有個性 像你今年很多的西裝外套 都是這樣搭 搭一整套的 然後一個衣服 再來我會跟你們說 還有這個下半身 去買菜 我就穿這樣 我就造個襪子 然後穿個果凍鞋 你看 不錯 然後我就套個襪子 襪套在這裡 然後你就踏這樣 有點半長襪 有點這樣子 戴小腿這裡 那下半身我就搭一個 唉唷 我整個掛反啦 我跟你說 這個是正面 然後再來呢 我這邊就會掛一個這個 皮帶 這個皮帶有點金屬系 剛好配這個金釦子 所以你這樣子配在外面 配這個 是不是很時尚 是不是簡簡單單 你今天冬天的西裝的感覺 不只是有個性 又有甜美 又有性感 全部一身包辦 台灣女生就是這個樣 所有的優點只於育身 所以我認為台灣女生 絕對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謝謝 送你幾根蔥 對不對